我没有那种中国情怀的 我真的是国民党的后代后裔 我走到台湾 我去台湾任何一个大街小巷 我都有一种感情在 奇怪 去中国我不会 你问我喜欢看台湾戏还是看中国戏 我喜欢看台湾戏 不过你说中国戏好看的要不要看 要 但是我希望有台湾演员 不懂为什么 有啦一些中国 综艺节目啦 从前什么非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打扰的 讲婚礼的婚姻的拉线的 牵红线的还蛮喜欢看的 因为很喜欢看那个组织的 孟非 你看我的激励还有孟非光头的 很喜欢他们的讲话有哲理 那现在当然也有很多中国的 就是香港 中国香港 做的这些大型的节目 有时也有台湾的歌手嘛 那些综艺节目 那些歌唱比赛我都喜欢看 哥哥啦 姐姐啦 都都不错 所以我 我不会想去中国玩的 很多人一直跟我讲 中国中国中国 好 我们今天几个课题了 我看到这个课题 其实今天也不会谈 社探案 就是一华人不会谈 也不会谈一通卡 差不多了 一通卡 我已经表明 说 分享说 我台湾的UUU卡很好用 我不表示什么了 因为不一定新加坡可以走悠悠卡的路 因为走不回来嘛 当初的决定走什么就是走什么 现在只是提升方面 遇到问题 他们会解决了 我总是觉得会解决了 其实 所以你知道老百姓 听说 徐方达 他 做这样的表态 的确不容易 他受到什么压力 你也不知道 这是我猜的 因为听说 记者形容他 中央我们的早报 不但要形容 这些政治人物 或者这些部长 议员的 心情 他们有说 报纸 说徐方达走出来的时候 神情与民众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是伤道 但是 他是不是那个始终用者 就不一定是 因为他是代理 本来是代部长 真正龙头应该是 一华人 我也觉得 一华人放太多 他在F1 可能他自己的 本命区 交通部 是不是有负略了 是不是选区 选区 也不是很好 西海岸的选战 其实上一届大选 如果 我都一直讲 如果陈青木 再加油一点 会败 但是今天也有 都有可能 因为现在世界局势 真的是很复杂 选举要 我个人认为 美国大选 新加坡也很注意 年底 不要认为这些大选 不影响新加坡 会 你看 我又回到 异通卡 一个异通卡 人民不爽 没有看到 钱 每个 验身在道 这种民怨 这种是民怨 谁敢讲 这是民税 那个官委 议员 马后炮 还是 不是马后炮 乱乱讲 害死 行动党 说什么 这笔钱 四千万 应该由那些 要保留 旧系统的人 这边就缺乏 同理性 所以我一直讲 这些官委议员 我一路来 我不看好 官委议员 但是我知道 有些官委议员 被委任之后 他们代表 他们的专业 是很好的 有些真的很好 代表 戏剧的 艺术的 他们会替 他们的 专业的 那些群众 或者是 业者 或者是 工作者 发声 这是好 但是有些 官委议员 尤其是这一位 我发现他 整天替政府 讲话 如果 人民行动党 高举官委议员 但是 证明失败 没有没有 官委议员 没有失败 非选区议员 证明失败 因为 在野党都 没有人愿意 当非选区议员 除非逼不得已 除非败选 官委议员 收发了 还有一点果效 还有一点 让人民尊重 但是如果出现 那种官委议员 整天只是替政府 讲话 好像另外一个 官僚体系里面的 一个小官僚体系 这样吗 我跟你讲 人民会 唾棄 所以委议官委 议员 要很小心 因为我 我看见那个 根本没有同理心 一下子 指责小贩 一下子指责 我们这些 弱势的 希望用 一通卡 不要提升 其实很多人 也不是不要提升 因为整个 你看 整个系统 本来就是说 我们这些老人家 还是用传统的 只是因为 它的传统 它没有办法 其实主要 我跟你讲 追根究底 就是因为 人口一直增加 移民一直进来 很简单的 我们的人口增加 这个system 本身不能够 附和 所以它必须 要upgrade 成新的系统 所以它就规定 那些优惠卡 老人家 学生 不必upgrade 用旧的系统 然后剩下的人 就是 新的系统 但是新的系统里面 针对这些成年人 成年 就是一般成年人的卡 那时候成年人也埋怨 看不到钱 不是成年人 不会用电脑 有些人是习惯 所以我跟张大姐 那天谈 我们两个人是觉得 其实可以成功的 因为我认识的 一对夫妻 他们很早就接受 第一批 就用了 Simple Go 早就用了 他们听到我们现在 他们早就用 那时候他 他说参加的人 有不懂给多少钱的优惠 他们就参加了 然后我说 你们每次 没有看到钱怎样 不会啦 习惯了啦 会不会出现吗 根本更好 下次根本有逼 有逼看到Simple Go 就下了 不管他了 等一下 手机就会出来 就先说 你刚才这一趟 用了多少钱 然后你按下去 可以 他可以告诉你 今天你花了多少车费 他说反而好 习惯 所以习惯是很重要 所以张大姐讲 这个东西 这个会引起 误会的东西 是因为 那个时间 宣传不够 那边试验了 一千个人之后 拉了太长了 应该要一直一直这样 让大家习惯 尤其是那些 会手机的成年人 基本上都不会反对 不过我还是挑剔啦 那个放屁声音 小小声音 太小声了 不是很好 因为我们耳朵不灵 也是不懂有没有 我尤其每次跟在张大姐的后面 他逼的时候 我不懂有没有逼 真是麻烦 因为巴士你不懂 MRD就懂 因为 那个闸门开了 你通过 他会关掉再开 所以一定有 还钱才可以开 车票就没有了 不过其实也不管的啦 我们老人家 你车票 就是还那笔钱嘛 不怕的 最多是九毛多 不会像外面的 如果你 你下次 没有还好 他算你最 最 贵的那个车票 你现在就想到 本来是 一块钱的车费 变成两块多 这个是问题 我说不讲不讲 也多少讲 好 我们今天讲一个课题 是很 我听的是很心酸 讲完这个课题 我们才讲 这个PSP 前进党的一个动向 这边是 速读局 开展全岛禁毒行动 为什么要开展 我们通常说展开 我不懂 我受不了这些记者 你们的华文很好 是吗 我不懂 什么速读局 开展全岛禁毒行动 开展 不是展开 全岛禁毒行动 又不是做生意 又不是做生意 什么开展 我真的说不了 是我华语不好 速读局 开展 开门的开 展览的展 我们不是说展开 全岛禁毒行动 什么叫禁毒行动 速读嘛 速 速摊 速毒 速读 对不对 什么叫禁毒行动 不懂 不要紧 牢骚发了就好 我真的 有时候我觉得 到底是我的华语问题 还是 我们比较单 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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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 找报的这些老编 什么总编 每个都是很厉害的 我这种是没有 nobody的 你们不要这样的华文 好不好 速读局 开展 全岛禁毒行动 收补行动 因为你前面讲 速读局 不必再写速读 对OK 你不要禁毒 收补行动 收补 去收 去补 去搜查 去逮捕 展开 收补行动 当然是速读 前面已经讲速途局 68人被捕 这句 听得很难过 最小才15岁 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毒品 已经 意思说 已经进入校园 蛮严重的 这样说 中央速读局 在全岛范围 开展 制法行动 展开 制法行动 共有68人 涉毒被捕 涉毒 其中年龄最小的是 一名15岁的 本地学生 所以他们在 1月21号到26号 五六天里面 制法行动里面 包括 红帽桥 麦布森 巴西利 雾兰等地区 共查获144克海洛因 112克冰毒 348克大麻 0.8克克大命 18克新化核 制患药 13克爱他死药源 以及2克爱立敏 5号药丸 这些毒品总值 6万3千元 目前针对所有被 捕 嫌疑人的调查 仍在进行中 速读局也披露了 一些制法行动中的个案 其中一个个案是 在1月21号 傍晚 当局在 红帽桥第三道 一处住在单位内 以涉嫌毒品相关罪名 逮捕一名 32岁新加坡籍男子 和一名19岁新加坡女子 并在单位内 缴获154克大麻 5克冰毒 0.5克克他命 一些爱他死药玩 脆片和各类的吸毒工具 哇 这一对 毒男毒女 就是 用尽所有的方法来享受毒品 享受 享受 以他们的立场 由于这对男女 拒绝配合 刑事开门 速读局不得不破门而入 叫他们逮捕 这个 这个是很common的 速读局也在 1月23日上午在巴斯利第四通道附近的一处住宅单位内 以涉嫌毒品相关 逮捕一队分别42和39岁新加坡夫妻 夫妻都吸毒 109克大麻 一克冰毒和各类吸毒工具 并从 该女子的身上 随身物品内 收出 两颗大麻和一颗冰毒 因此 当局还在1月25日 此外当局还在1月25日下午在乌洛北三决一处住屋底层 逮捕了一名涉嫌贩毒的59岁新加坡男子 他拒绝 被捕 挣扎 最终还是被制服 在他身上收到109克海洛因 准备死刑 109克 只要超过15克就死刑 贩卖毒品 109克 准备死刑 32克冰毒 两克爱他死药源 以及各类吸毒工具 根据毒品法令 贩运或提议 提议 贩运受管制药物 或提议或准备 贩运毒品都是犯法 贩运超过15克海洛因 一旦罪名成立 面对死刑 就是很可惜 记者应该问15岁的那一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 因为是在校园里面 15岁是一名学生 听说 其中年龄最小是一名15岁的本地学生 所以我不懂记者 你应该问 大家比较关心的是15岁的 对不对 当然或许你不能够透露学校在哪里 但是学生如果开始在校园里面有毒品的行为的话是很危险的 不懂 我现在觉得 现在 哎呀 真的 时代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 当然我们那个时代也有学生戏毒了 贩毒都有了 毒品的东西好像没有更好 有些国家已经 已经是崩溃了 已经是 那些把毒品当成合法化的 的国家 其实他们没有 他们是没有办法应付 他们变成 美其民包容了 那其实是 已经是无药可救了 因为毒品绝对是 所以我个人为什么 我个人我不去泰国了 我跟张大姐 我很坚持 那我孩子去泰国我是做梅头 他们也知道 我只有做梅头了 我不鼓励他们去泰国 因为他们 喝法那个 大麻喝法 所以大家要小心 不要买到 跟大麻相关的 食品 或者你被人家 摘账 因为他们 他们喝法 所以我每次说 你去泰国 吃那些 你不懂那个人 会不会故意放一些大麻 在里面 让你 我都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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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这些大麻 只要很爽 嗨 所以 烟 你有烟你就整天可以高官 他就是这样想 反正很便宜的东西 喝法话放一点点就够了 那个瘾在啊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瘾 喝咖啡 喝茶 对不对 喝汽水 抽烟 吸毒 什么都是瘾 吃东西也是 我很喜欢吃牛肉 我很喜欢吃羊肉 没有吃好像很辛苦 我一天不吃饭 很辛苦 我两天里面一定要有一餐是有米饭的 这个也是一个饮 只是健康的 像我喝咖啡 我喝茶 医生不是很赞成 但是我喝了这么多年 有时咖啡就 这个饮料是特别的 有人说好 有人说不好 但是你经好的时候 你就会有支持 抗癌 什么 你就喝 这个是茶 茶也是 最近喜欢喝西洋茶 上一阵子中国茶 所以这个就是瘾 那你说我不喝咖啡 不喝茶 会不会有一点辛苦 会也会一点 不过不会很严重 我还蛮克制的 我倒是不想吃饭 跟当大姐 我们不喜欢吃饭 不过当大姐不行 她说两三天没有吃饭 她就想要吃饭 所以这个是这件事情 很难过 我觉得我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想到将来我们 下一代 大家都有下一代 是很担心 所以希望解决了 尽量的让 当然还有 其实现在最严重 还是诈骗案 穷 层出不穷 很麻烦的事 好 我继续讲下去 下一个课题 直接讲 工人党的秘书长梁文辉 他说 前进党将更平走访西海岸 加快为下届大选备照 大家 加快为下届大选备战 通常他们这些 活动在选区的人 比张大哥更多内幕消息 像陈青木 这些老将 我跟你讲 人就是这样 会出 给博的 选举 不是什么 秘密的事情 几时大选 几时大选 大概大概的 因为你要准备 很多东西就开始要准备 你发现一些行动 老师又被教去受训 承包商要承包这些工作 什么音响 布置 投票箱要重新的 做新的投票箱 比如这些 投票箱当然是做新的 不会用旧的 对不对 谁负责做 海报 印 这些 都是提前做的 尤其是自政党 给他输的 你拿善达曼 选总统 跟在野比就好了 他一提名第二天 大学小巷 都有善达曼的看板 家家户户都有传单 你们一天印好 两天印好 全国 全新加坡 是不是 这些印刷厂 你们的员工 多少都会出 会 哎呀 讲是秘密 不可以讲 人都是会有话 会多讲的 所以为什么 前进党 他这样讲 加快为下届 大选备战 我个人解读就是 下届大选 已经 进入备战期 就是这样 这是很好的一个 indication 是很好的一个提醒 我们 大选要来的 不要太快了 也是 我要出国 不会 不会过完年 立刻当然不会 通常嘛 五六月 六七月 然后就是年底 都是靠近学校 因为要大量的用 这些老师 这要配合 就是没办法 军警人员都要用 老师也要用 而且 还有一种 让你知道 为什么要大选 那些警察部队 上司就会跟他们讲 不要给他离 No more OK Your block 有November Your block 有October October No leave Apply Please 就是知道什么事情发生 不可以拿离 不可以拿假期 You want to go holiday Sorry You call back I will reject Your application Even you apply Approved I can cancel it 就是你 你已经apply了 批准了 因为大选来 不你cancel了 我已经跟你讲 当然他们也不会说 because of election 他们不会讲 但是 哎呀 下面的人都懂的了 所以我知道他们 消息是很快的 新加坡全境党将加快 在西海暗基选区的 选举备战 加快 本来已经在进行 加快 包括增加走访 选区的次数 从每月一次 增加到每周一次 这个快 这个 每个月一次的 走访选区 变成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几乎是 进入选举 选举的 不是备战了 因为 没有啦 备战更快了 每天走 那十 那十五天 就是每天走 这个每周一次是 其实有 这个前进党 还是慢了一点 工人党几乎 每个礼拜都走了 每个礼拜 就是拜六礼拜 拜六礼拜 平时晚上都走 平时白天都走 都有走的 你看那些国会议员 每天都走访选区的 真的 他们真的走 然后 新加坡全境党主席 陈青木 秘书长 也是非选区 议员梁文辉 以及副主席 建非选区 议员 翻群情 星期六早上率领 党员走访西埃岸 即选区多个地方 包括西埃岸 首识中心 伊朗西 文里方 美食村 以及 自洛布兰亚湾 Coloblanca Crescent 湾是 Circle 还是 首识中心 Crescent 哇 康大姐的英文比我挂 可能他都错 是挂 Crescent 可能 湾是Crescent 就赢了咯 不要说50.1 50.0 就赢了 48.3 49.3 才输 才输少过1 2% 真正这种 这种少过3% 就是误差范围内 所以梁文会接受 媒体访问说 我们是 上届大选 就一直继续走访 选民的活动 从目前的每个月走访 我们会增加次数 每周都有一次走访活动 问及来这大选 是否会继续出战 可以讲的 没有 他是问 84岁的陈青木医生 笑着自己没有打算退休 他认为年龄不是问题 自己不会对参与选举说不 要是你相信活跃乐龄 我就不应该退休 对吗 如果你都认为年龄不是问题 我还是会在 对他来讲 当然他要继续走 对行动党来讲 不是说你不能够学 我也讲一句话 像 董理 资政 他们不一定要退 但是他们要卸下重任 好像陈青木已经卸下了 他不是秘书长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所谓的表率 他还是给代表选区里面成为议员 但是他不是主要的 或者 看他们怎么安排 谈到前交通部长 伊华人被控对西海岸选情的影响 陈青木强调 前进党自上阶大选 一直在西海岸耕耘 无疑伊华人在或不在 无论伊华人在或不在 都会继续在西海岸选选区努力 前进党也祝福选择 不认罪的伊华人 能捍卫自己 这样多么 这个也是非常 Gentlemen的这种话 像我这样讲 我也希望他 能够还他自己清白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时也不要说 贪污很厉害 当然一般的选民 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 哪里会放过他 当然是不会的 这个是知道 但是张大哥直播世界 我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在这里 我总是觉得 我们在人家 还没有被定罪后 我们就不要说 他是罪犯 我们只可以说 他是涉嫌犯罪 他是嫌疑 嫌犯 不是罪犯 嫌犯是罪犯 他虐 只是 美国的制度跟英国不一样 英国的法庭是 我怀疑你有罪 你要证明你没有罪 美国的制度是 我怀疑你有罪 我将证明你有罪 所以有一点不一样 虽然还没有定罪 都是嫌犯的 但是英国式的会比较 比较否定那个犯案者 美国还是给人家多一点自由 你必须清白 你洗清你的罪 你有人权 你有自由去 洗清你自己的罪名 所以我们不会说 我要你证明你没有罪 我自己会证明你有罪 英国有时是 我现在控告你 你要证明你没有罪 当然你也要有证据 比较不大一样的 那个appoach 应该这样讲 有不同的 如果你真正详细去分析的话 这是我从前在 哪里上课的时候 教官跟我们讲 当然我可能表达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 我们是根据英国议会制度 我们不是根据美国的 虽然我们没有陪审团 我们是大法官 但是我们有三师五师 五师就五位大法官 至于事件是否有助于 前进党的选情 他认为虽然会有影响 但选举结果会取决于 选民如何评估 各政党的表现 而前进党希望能争取到更多选票 我个人觉得 前进党要树立一个党的灵魂 风格 影响力 价值 一定要 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 不要跟那些莫名其妙的人 tumbo在一起 你看梁文辉 你说他是 他不莫名其妙 他讲话是有 他会 他有时在国会的表现 故意的 他有一点故意 是要 秤那些胜量 但是他觉得也不可以说 就是说他 讲错话 他会道歉 但是他不会讲一些 根本不在那个范围里面 胡说八道 你懂我这样子就指另外一些是怎样的了 大家也明白 不用多讲 我一直讲嘛 你选总统你不懂总统是做什么了 你 选的格局 选国会议员的格局 所以我不是 我也批评自政党 如果总统选举这样玩下去 算了 不要劳命伤财 把总统改为 推荐 推荐啊 如果你要更加 公平的推荐 就是来自自政党 来自在野党 要在野党要在任的 来自 这个司法 大法官 来自 各部门 组成一个团体 让大家推荐 把这些 把总统啊 要参选的人啊 可以参选 就报名参加嘛 或者有人推荐嘛 然后就选 自己内部选 拿出这个代表 就是告诉人民 这是大家要的 委员会推荐的 不必劳民伤财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不然老百姓 很多不了解的 一有总统就选举 就以为总统可以 作威作妇 其实总统真的是 很多时候 他在平时是一般的 根本没有能够 不可以干涉 不可以干涉 朝政 这个政策的 但是他可以提醒 但是平时 他就是一般 代表国家 礼仪这些 好像现在 桑达曼不是出国咯 但是关键的时候 总统那个 琐事就很重要了 关于那个 我们的储备金的 所以 你看到这样 你都累了 所以我觉得 梁文辉 所带领的 PSP 一定要有自己的 风格 徐顺权的民主党 其实有 只是我个人 从前有批评 我说 你走一人政党 要很小心 你到了一人政党 到了一个时候 你一定要把 一人的那种色彩 完全没有掉 其实很多政党 开始都是一人政党 你说人民行政党 不是一人政党吗 李光耀先生 早年 他也是以一人政党 的那种姿态出现 然后有一群人 support他 这是党魁是很重要 就好像 但是慢慢他要 告诉人家是 teamwork 所以你看好啊 我看到 陈青木已经卸下了 交出他的 秘书长的位置 共云党已经换人了 从刘成强到 必担心 对不对 这就是 很好的 让大家觉得 这个政党 会 提拔年轻人 会更新 有些东西是 没有办法的 有时候我们这些 老人家 看年轻人做事 真的看不下去 但是又怎样 你看不下去 有一天 你就是看不下去 你也是 不能够说什么 因为时间有限 就当我们叹气 摇头 不爽 时间到你 也是在棺材里面 跟他们说再见 他们才是 下一批的人 所以 活着的时候 可以讲一些 建议 年轻人也未必听 但是讲该讲 讲出我们自己的心声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这句话还是可以行 你看我的家庭 如果我女儿那边 孩子 孙子有问题 一定第一件事情 打给张大姐 会问 我们会关心 会提议 我们不会做最终的决定 最终的决定 当然是 女儿自己的孩子 自己要决定 所以会担心 生病 发烧 有没有中COVID 不好读书 喜欢读书 玩什么玩具 什么都会提供一些意见 很多时候我们就说 你小时候也是这样 对不对 我其中一个孙子 现在很洁癖 洁癖到有点离谱 他在他的幼稚园 看到地上 有毛发 地上 他会跟老师讲 地上肮脏 这老师清理 这种 听了你都恐怖 洁癖 那是怎么办 那我就跟张大姐讲 男人洁癖 一时的 等他党大 他是不洁癖的 可能到时比别人都跟 很污州 以后 男人 都是这样子 很多人没有 男女 很少有洁癖的 我也算是洁癖的一种 我算是蛮洁癖的 不过有时也是不理 我算是蛮洁癖的 好